我從來都不會覺得是苦盡金來 因為沿途一路走下來都在一邊學習 享受 期待 興奮 現在就說風氣發達 可以在網上不同的社交平台跟大家聊天 但是林玉露年代 林玉露都不是在網絡上可以跟大家聊天 但是林玉露都跟你很熟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無論任何距離 任何形式的見面 其實未必真的可以面對面那種見面 任何形式的你見到對方 時間長了你會覺得對方是你的朋友 我想無論現在和以前都是一樣 所以基本上我在哪裏出現 大家都覺得我好像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一樣 一帆風順 我想應該不是屬於趙學義的 你覺得每隔兩秒的時候 好像很順利 但其實每隔兩秒之前 我都是回唱片人的歌 在內地做了很多場show 簽了唱片公司一段時間 才可以擁有自己的歌 第一首反叛情歌 所以 都是一些時間的磨練 才可以得到這樣的成績 正確來說 又不是太前 只不過人生的point of view 人生的看法是走得前 但在工作上的一些作品的呈現 我不覺得是很前 在我之前應該還有女歌手 都做過類似的風格的歌 但只不過 在九十年代 當玉女盛行的時候 突然間有個趙學義唱了一首《尋開心》 所以大家會覺得突然間好像 咦 她很領類 但其實不是 在那個年代 基本上那些人敢做不敢說 剛好我做這一行 站在人群的最前 我講了這件事 所以覺得 給別人的感覺是 我走得很前的意思 其實當年是因為 我和唱片公司的合約剛剛結束了 在沒有合約的情況下 和其他唱片公司 又未談得整身的合約 剛好又有個機會 電視台叫我去拍電視劇 不如也試一下 反正我也是在電視台出來的 所以我就回去拍電視劇 然後一拍就拍了四年 在那四年裡 我在香港 基本上是沒有接觸過 和音樂範疇有關的工作 但是在內地和在其他地方 就不停和音樂是沒有分開過的 所以基本上 無論我做電視也好 做舞台劇也好 去到哪裡都好 其實我做的工作 大部分都和音樂是有關的 只不過 可能在觀眾的眼中 看到只是一部分的我 好囉 問手借我一致 好 謝謝